党史分析孟宏伟落马习总梳理政法系统已到微调阶段,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救部属公安部纪委书记邓卫平现已经接替被失踪,原国际刑警主席孟宏伟出任公安部副部长一职做上第三把交易香港的人权组织,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指孟宏伟拥有中共极其重要人事违法证据,并保存在海外有分析就职。 习近平梳理政法系统已经到了微调的阶段。 马力克报道,原中共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落马后,公安部纪委书记邓卫平已经补上副部长一职,孟宏伟妻子在里昂镇接受法国警方的保护香港的人权组织,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指孟宏伟拥有中共极其重要人事违法证据,并保存在海外带详情报道。 为说明,孟的妻子表示愿意公布银行的账户,证明自身清白。 公安部早前通报,孟宏伟收受贿赂,涉嫌违法,正接受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通报没有说明细节。 在公安部的网站领导信息一栏已找不到孟宏伟的资料,前中共公安部学者,先为美国职业律师的高光俊对本台,表示,孟宏伟的命运是党同伐异的必然。 他说,习近平要把刀把子要完全掌握在手,公安部12名党委委员除了两名业务专家外其余全部换掉。 孟宏伟是原政法委书记。 乔什的秘书级界派系争斗熬到今天中部,能幸免。 高光俊说,孟宏伟在来公安部之前,一直是在中央政法委工作,从最早的科员一直做到科长,然后一直做到厅长级的职务。 最后的职务,是中央政法委乔什办公室的主任,所以他的政治色彩的背景非常明确。 长期给乔什工作,但目前大陆的武警已收归中央军委,高光俊说公安系统换血,就是习近平一定要换上自己信得过的人来掌管公安部。 邓卫平来自福建是习近平福建主政,持的旧部除了邓卫平,公安部部长赵克志,及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王小红,都是习近平的亲戚。 时事评论人士张刚对本台,表示习近平清洗政法系统,已到了微调阶段习执政六年,先埋头军队,后劳我军队枪杆子,县队政法系统,武警,公安,已有总体控制。 张刚说从总的来讲他习近平全掌握但是实际来讲他不确定,所以在不断调整框架完了之后的快快调调的调整习,能有多少人用量。 你看他走的这一路,他现在用的最多的就是福建上海的兜次之,而在福建也就是几年之交张刚直接替孟宏伟的邓卫平,一直在福建从事政法工作,只能说习在福建工作时有认识,有接触中共掌权以来出现大批福建帮干部掌权。 在中共历史上重来,没有1990年4月至1996年4月习近平在福州担任市委书记前后有6年。